这是一个我开车开了两个半小时才到达的地方 所以我现在才知道 当时为什么龚老师说要给我发一个定位让我过来 然后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资料 我发现这个制作面线的条件还真的挺苛刻的 我指的这个条件呢 是这里的地理条件有点特别 它是这样的山地地形 形成了一个峡谷 而且这个峡谷的走向呢是东西向的 正是这样的独特地形 保证了有足够的阳光和足够的风 这么多条件加在一起才构成了 我在面线店吃到的面线那种特别神奇的口感 但具体是怎么构成的 只能到了一点才能知道 继续爬吧 做面线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座山里 答案还要从头找起 胡杰 你好 你好 没起手呢 几个月了 快八个月 八个月了 真好 那它还得干活呢 可以 没问题吗 没问题 从小都是这样看着大 您真厉害 这个就是我吃的那个面线是吗 是的 这已经在成了成品了吗 这已经 半成品了 那一会儿还会新做一批吗 会的 我带你去看一下 好 知道开始了 好的 对 胡立真 胡姐从小跟着父亲一起做面线 到现在还沿用着祖上传下来的制作方法 她告诉我 做泉州面线不用发面或者半发面 直接用死面制作 所以吃起来才会有嚼劲 活面是个体力活 一次活面十五千克 都由胡爸爸一人完成 反复揉压可以增加弹性 接下来难度升级 考验手法的时候到了 胡姐的弟弟负责盘面 手艺也来自父亲的传授 一撑 一转 一抖 面条成螺旋状盘在婆婆中 反复八字后 面条的粗细 质地最合适 接下来将是难度最高的一个步骤 胡爸爸再次接手 准备施展他的独门绝活 缠面 此刻 这位老人就像隐居室外的武林高手 左右转身抖弯缠绕 双手动作行里流水 犹如太极拳的匀手 三根面线一起缠绕 颇有四两拨千斤的大师风范 这两根干缠着一板得多少圈 差不多是在一百二十圈 一百二十圈左右 对对 这一板就结束了 下边我来试试 好 没事 放心 不会断吗 不会断 我做的时候真的是提心吊胆 因为我觉得这个面撑这么长 就是总感觉它一定会断掉 没事 现在醒面到这个时候 它有一定的韧劲 然后你三根再一起抓了 你使甩都可以 如果你这样 爱马 它等下会有些粗 有些细 还得快一点 对 这一步你穿得好 就影响到后面拉的粗和细 那相当于这一步 是最关键的一步 最关键的一步 但是我怎么感觉 我全身都在动 我看刚才大叔弄的时候 就只是以腰腹力量 对 腰没有做心 正闻为轴 我现在是全身都在动 你可以站出来一点 对 站出来就慢慢地 这是什么 对 有点熟练了 对 对我这个新手来说 缠面绝对是个技术活 不过胡姐全家 可等不到我从生变熟了 15千个面 必须在这一段时间内绕完 听胡姐说 做面线就是和阳光赛跑 再不抓紧 这一批面都会浪费 搏面 盘面 缠面 再加上饧面 做完了上述这一切 时间刚好到了上午十点 这时阳光斜射照亮了山谷 温度和光照最适合晾晒面线 但黄金时间只有不到一小时 所以拿面基本靠跑 看着一家人忙成这样 我是真想帮忙 你要先拖出来 再拉一下 再往回下 再扯 再弹 对 扯弹 对 好 拖出来 对 再摔 对 算了 我还是乖乖的在一旁看吧 看着看着 我又发现了一个细节 一家人在不断调整着面线亮晒的角度 听胡姐说 因为今天风大 亮晒面线就要更加谨慎 尽可能让面线顺风摆放 如果角度不合适 面线特别容易被风吹断 只要面线的表面发干变硬 就要马上收到阴凉处自然风干 胡姐 这就是成品了是吗 对 是的 小的你看它这个细的 可以穿针 这能穿针吗 对啊 你要不你来试一下 这都带了 真纯啊 看一下啊 其实很轻松嘛 都可以拿它当线缝衣服了 对 是的 我觉得韧性也挺好 还有这个它有弹性 你可以这样 试试 这个韧劲它和弹性还两码事 弹性是你可以这样撑拉 它韧性你是觉得你撑不动 但是觉得 是有一股劲在拽着你的 不是能死的 对 是的 是的 这是成品的效果 所以说这就是煮完之后 就变成我碗里吃的那个面线了是吗 对对对 它就吃起来它不会断 吃起来又嚼劲 是这样 粗细和韧度 是判断面线品质的两个主要标准 只有在这个山谷里精准地利用阳光和风 加上多年制作的经验 才能做出酒煮不烂的面线 靠这个手艺 无爸爸和老伴一起拉扯到两个儿女 到现在一对儿女也像父亲一样 默默坚守着老手艺 感谢观看